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众所周知,京东前副总裁蔡蕾患有建东症 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 但万万没想到 最近竟然有人对他持续的抹黑造谣 称他的病是装出来的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对此蔡蕾的好朋友 华大基因的CEO尹叶实在看不下去了 为他仗义直言 5月28号尹叶发布了微博称 我说万万想不到 连蔡蕾兄这样的情况都还有人造谣抹黑 同时他还晒出了与蔡蕾5月16号 在北京某医院的合影 当时蔡蕾刚从ICU转威为安 言下之意是蔡蕾不仅没有装病 而且病得还很严重 刚刚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蔡蕾为建东症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喷他呢 那今天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 我觉得有以下这几个原因 原因一,蔡蕾的卷让他们的压力很大 很多人讨厌蔡蕾 单纯的是因为说他营销自己的奋斗 我看到网上有个人说 他说你自救你就自救吧 干嘛营销死了都要努力这个东西呢 不知道当代人最讨厌卷亡吗 你这么高调的宣传自己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那别人没有义务为你的努力 就一定要感动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死亡对每个人是迟早的事情 你这样把自己整得在绝望当中都不放弃 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多大的压力 合着跟你相比我们什么都不是 就你最正能量是吗 以上很多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我觉得吧 这么想的人真是脑子有病 人家卷人家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人这么卷是为了自救 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所以在跟时间赛跑 因为他再不抓紧时间 可能明天就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出生的太阳 你们尽可以吃饭睡觉躺平啊 人家卷就刺激到你了 那你的心理也太脆弱了吧 另外 蔡蕾为什么要这么高调呢 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病 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这个群体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 太有限了 必须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关注 没有要 蔡蕾就自己拉投资人 自己找人做研发 自己搭建患病数据平台 如果他不卖力的去吆喝去张罗 怎么能吸引和匹配这么多资源呢 他的初衷确实是自救 但他发现根本救不活自己 那就把自己烧了 作为别人的灯塔 蔡蕾知道自己大概率是看不到药物研发成功的 可是还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看到太多太多的人 因为这个病失去生命 因为这个病生不如死 这真是英雄才能做到的事情 有什么可喷的呢 原因二 蔡蕾损失了某些人的利益 蔡蕾一直以科学的方式来攻克建农症 劝过别人很多次 让广大的网友不要上当受骗 而民间就有些骗子 专门就是做这个病生意的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让病人去尝试各种东西 去花钱 病人相信蔡蕾 就不会再去相信这些骗子了 那么这些骗子 当然就没有活路 只能去喷蔡蕾了 其实蔡蕾之前尝试过各种办法 别说什么中医 我估计哪怕乌医 他应该都肯定尝试过 甚至因此和他老婆没少闹矛盾 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失败了 这个病 蔡蕾自己通过整个的心路历程 总结了 只能依靠科学的方法护理 护理才是延长生命的唯一的方式 或者说未来科学突破之后 有药所救 所以有网友就让人不要相信蔡蕾 并且义愤填衣地骂蔡蕾 蔡蕾不是说了要为患者尽一切努力吗 他根本没有做到 那么多人用事实告诉他中医能治 他都无动于衷 不相信中医 不相信民间高人 不相信广大老百姓的智慧 不相信祖国瑰宝 太生气了 这种人就应该骂 于是带动了一大批脑子不好使的人 跟风骂蔡蕾 那么原因三 红眼病 还有一部分人看到蔡蕾捐献了一大笔钱 眼红的厉害 认为蔡蕾依靠这个病和自己的名气 赚了这么多钱 又是直播又是带货什么的 眼红的要死 所以喷他的 也有很多人是出于嫉妒 原因四是盲目跟风 很多人看到自己的生活不如意 看到别人比他还惨 就沾沾自喜 靠在网上攻击获得优越感 所以蔡蕾被喷 不奇怪 他是名人 既能蹭热度 又能发泄情绪 看来只要你出现在网络上 你就是靶子 尽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但是人性就是如此 而且你去怼名人的话 你也不需要负什么后果责任 最后我想说 这些喷蔡蕾的人 真是没有一点点同理心 他们不会去了解蔡蕾 到底为见动症付出了什么 他们不会去了解 见动症的患者 只能看着自己 一步一步的靠近死亡 并且无药可救 那种绝望的心情 希望给网络暴力定罪 不然他们真的没有人性 得绝症本来就是要忍受 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煎熬 还要承受网暴 真的太不公平了 你们觉得呢 我是泡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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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